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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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我们这集继续更新 美思访讲 有没有上场的事件 这个事件已经是 搞到好多人相当不满 甚至有不少球迷直接說這件事是詐騙 商業詐騙 而香港政府方面也有提到 說可能是會扣減那1600萬補貼 其實除了這1600萬補貼之外 也有新聞提到 說簽約上寫明美司要上場最少45分鐘 當然啦 除了受傷之外 是要根據合約的規定去做 而在剛剛10點多時 香港政府又再發多個聲明 這個聲明就講到 香港隊對國際買亞物表演賽中 美司未能上陣 又未能盡快詳細交代和解釋 表示極度失望 即是說受傷那個點 如果按照香港政府這樣講 沒有跟他們做到解釋 是不是受傷 不是很確定 按照聲明說 政府也提到 說今次活動是獲得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頒受M品牌認可 還有1500萬配對撥款 和100萬場地補貼金的資助 政府也提供了很多項協調和協助 包括安排場地和人流管理等等 希望為球迷帶來一場精彩的比賽 和齊齊去目睹世界球王球技的機會 不少球迷熱切期待更加有遊客 專程來到香港看球 結果 美司未能上陣表演賽 亦未按照要求 在場內親自向球迷說明原因 令政府和球迷感到非常失望 而主辦單位和國際賣物的處理手法 未能夠回應到一眾球迷的期望 尤其是那班山場水遠來到的旅客 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還有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就會根據協議條款 要求主辦單位負責 包括可能因應美司未能出場 而扣減贊助款項 如果是按照政府這一個最新的聲明 應該這一個這樣的比賽 是會扣之助的了 是扣多還是扣少 其實我們頻道的攝影師 亦都有去了現場看美司的這場球賽 他跟我說回 說現場的人都好生氣 個個都黑臉了 說又見不到美司 結果就給了錢進去 好像被人騙了 然後踢完場球 美司又不出來 政府叫他出來說完 為何不踢 那他又不出來 其實之前政府還在套車旺 車旺糧 車旺什麼 希望美司呢 同時去香港夜宾婚行個圈 在大旺場 結果他的不踢球 也不出來説啥到底發生了些甚麼事 更與其球迷交代一下 其實你想去去夜冰分基本上已經是天荒野譚啦 這次的處理其實是做得很差的 我想碧咸都未試過自己是這樣被全場的觀眾聽 如果是早知道碧咸不下場 分分鐘碧咸自己換套衣服自己下場踢 分分鐘球迷都沒那麼生氣 而且我聽聞碧咸是早兩天都還踢到十幾分鐘 結果現在他連波皮都不碧咸下由頭坐到尾 其實如果他是有心想叫做被球迷還個心願 見下他的話他下場踢5分鐘10分鐘都好 就算你受傷大家都明白的嘛就不要跑得那麼辛苦 但是結果現在全個香港球迷都因為這件事 那個怨氣非常之高 但是說回頭我自己覺得香港政府都幾黑仔 為什麼我會用到黑仔這兩個字呢 不搞夜冰分搞這些這樣的球王 國際勝市和香港隊離回場友誼波 結果那班球星全部不下場 那玩什麼本來大家打算開開心心的嘛 這件事是香港政府甚至乎特首我想他都想不到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還要是連出來講下交代下發生什麼事都沒有 就以施朗來說 上個月他在深圳賽前一日傷了他的票都會退 聽聞是連機票酒店都照退 但是這一場這樣的波我就不覺得他會退票了 你想想其實大部分的球迷他能夠見到這些這樣的球星的機會率是很低很微的 甚至乎可能一輩子人都只能夠在電視或者網路上面見到他們 但是這麼難得了 可以去到香港 結果大家坐在同一個空間一起看球看香港隊 是很難怪他們會生氣的 因為換了我自己都應該會幾生氣的 但是白花了錢和酒店啊 跟著剛剛這一個球賽的主辦方就回應 他將個球大腳踢去國際邁亞密那裏 說對方無通知不上陣 他們的聲明就講到 他說同其他球迷一樣就好期待美斯 同蘇瓦雷斯參與 同還有所有香港球迷一樣 對他們缺席這一行歷史性的賽事感到好失望 而主辦方講到他否認事前有得到任何關於美斯 或者蘇瓦雷斯缺席比賽的消息 又說對於認定美斯和蘇瓦雷斯不適合參加比賽 包括他們在內所有人都感到好失望 現在主辦方就跳過出來講了 將個球賽踢去美國邁亞密這一隊球隊上面 結果他就説到美斯和蘇瓦雷斯對於認爲他們不適合參加比賽 那個球賽就大家踢來踢去啦 不過我都是講一句啦 你不出來踢你說你受傷的 其實好多球迷都可以理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球員受傷是好正常的 再加上年紀大嘛 但是出來講一句都沒有呢 那是趕不過去的 而且這一場這樣的比賽 角度球迷乾乾淨淨的 大球場場內的快餐店KFC一個套餐580元 雖然是一個全家桶再加幾個漢堡包 但是這樣的價錢你們覺得抵不抵呢 當然啦 在球場裡面一定特別貴的啦 不過這件事是不多不少都有影響的 那有一些廣告商呢 是漏夜要拆了個廣告板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美斯現在搞成這樣 我不趕快拆了個廣告板 待會那些人把火頭燒去他們的產品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現場賽完之後呢 碧咸他都有繞場走了一個圈的 那看到啦 那碧咸就逼咸走了一個圈啦 那但是啦 都是那句 受我傷 那大家可以理解的 那但是連出來說幾句話 安慰下球迷都沒有呢 那好像差那些 那到底中間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我認為整件事是有少少內人尋味的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